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记忆体晶片大厂SK海力士月前已宣布,全球首次成功开发出,采用第六代10奈米及EC工艺的16G DDR5DRAM。 由此,公司向世界展现了10奈米级的超微细化记忆体工艺技术。 SK海力士强调,随着10奈米级DRAM技术的推进,精细工艺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但公司已通过业界最高效能得到认可的第五代EB技术力为基础,提高了设计完成度,率先突破了技术极限。 公司将在年内完成EC DDR5DRAM的量产准备,从明年开始供应产品,引领半导体记忆体市场发展。 SK海力士技术团队表示,公司以EBDRAM平台扩展的方式开发了EC工艺。 由此,不仅可以减少工艺高度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尝试错误, 还可以最有效地将业界内以最高效能DRAM受到认可的SK海力士EB工艺优势转移到EC工艺。 而且,SK海力士在部分EUV工艺中开发并试用了新材料, 也在整个工艺中针对EUV试用工艺进行了优化, 由此确保了成本竞争力。 与此同时,在EC工艺上也进行了设计技术革新, 与前一代EB工艺相比,其生产率提高了30%以上。 据介绍,此次推出的EC DDR5DRAM将主要用于高效能资料中心, 其运行速度为8GBPS,与前一代相比,速度提高了11%。 另外,能效也提高了9%以上。 随着AI时代的到来,资料中心的耗电量在继续增加。 如果营运云服务的全球客户将SK海力士EC DRAM采用到资料中心, 公司预测其电费最高能减少30%。 SK海力士DRAM开发担当副社长金中焕表示, EC工艺技术兼备着最高效能和成本竞争力, 公司将其应用于新一代HBM1、LPDDR62、GDDR73等最先进DRAM主力产品群, 由此为客户提供差别化的价值。 接候公司也将坚守DRAM市场的领导力, 巩固最受客户新来的AI用记忆体解决方案企业的地位。 在此背景之下, 据韩国媒体CDNET Korea近日报道称, 中国DRAM晶片大厂常新存储CXMP已经量产了DDR5记忆体晶片, 已有多家DRAM模组厂商已经开始销售基于其DDR5晶片的DRAM模组, 这似乎表明常新存储其追杆头部DRAM厂商的速度正在加快。 目前只有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少数DRAM厂商能够生产DDR5晶片。 一位半导体行业相关人士表示, 据他了解, 常新存储最近已经开始生产DDR5正在与客户接洽, 其所公布的良品率在80%左右。 考虑到韩国企业的良率达到80%至90%, 量产工艺技术也提升到了不错的水平。 报道称, 中国的Kingbank、金百达、Gloy光威等记忆体模组品牌厂商 已开始通过在线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标注为国产DDR5的32GDDR5D RAM模组。 虽然它们并未说明其DR5晶片的来源, 但是业界认为这些产品的DDR5晶片是由常新存储制造的。 在接受ZDNet Korea的书面采访时, Tech Insights的Wong Dong Chui博士说, 他们很快就会对该DDR5进行分析, 他们需要密切关注它对市场的影响。 Wong Dong Chui博士表示, 虽然常新存储尚未正式向外界透露器开发DDR5的计划, 但他知道DDR5的开发是使用G3工艺线宽17.5奈米进行的。 DDR4已经作为G1工艺线宽22奈米, 商业化,LPDDR4X正在基于G1和G3生产。 资料显示, 常新存储成立于2016年, 经过数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D RAM厂商。 此前的主要产品是19奈米工艺的DDR4、LPDDR4、LPDDR4X晶片, 并获得了众多记忆题品牌厂商的采用。 2023年11月底, 常新存储还曾通过官网宣布推出LPDDR5系列D RAM产品, 正式进军行动终端市场, 并成功完成了与小米、 传音等中国国产手机品牌机型的上机验证。 然而, 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在12月底的报道, 韩国半导体业界认为, 受美国联合日本与荷兰, 对中国进行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影响, 中国D RAM制造商常新存储, CXMP所生产的DDR5的良率可能只有10%至20%, 而非传闻的80%。 由于目前只有三星、SK海力士、 美光等少数D RAM厂商能够生产DDR5晶片, 并且它们的良率大都在80%至90%, 因此, 常新存储DDR5的良率如果能够达到80%, 则说明, 其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接近一线记忆体品牌厂商的DDR5的良率水平。 但是, 对于这种说法, Business Korea报道称, 韩国半导体业界并不认同, 认为常新存储的DDR5的实际良率可能只有10%至20%, 因为早在2022年10月, 美国就出台对中国的半导体限制政策, 限制了中国获取18奈米及以下更先进制程的D RAM所需的制造设备。 随后在2023年, 日本和荷兰也跟进美国出台了类似的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政策。 而在更早的2018年左右, 美国就已经施压荷兰限制了EUV曝光机对中国的出口。 虽然, D RAM制造并不像先进逻辑晶片那样依赖于先进制程设备, 但是要想提升记忆体密度、 传输速率和生产良率, 依然是需要用到相对先进的工艺节点和制造设备。 而在先进半导体设备进口受限的情况下, 常新存储DDR5良率的提升确实并不容易。 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Kore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KSIA执行董事EH&P Haiung认为, 三星电子需尽快瞄准常新存储, 目前还无法挑战的市场。 韩国企业也需快速转进第五代高频宽记忆体HBM3E或第六代的HBM4。 韩国半导体行业的一位高级官员则表示, 美中冲突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们必须将过时的半导体生产线转换为先进的产品, 并在先进技术开发R&D方面进行有效投资, 以扩大与中国的差距。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随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